欢迎回到 Kingdom Rush Frontiers 的世界,我是萌妹,我们开始第二十二关 Heroic 模式的旅程吧! 布阵大致还是和任务模式一样,首先把红色箭头所指的地方建王灵塔, 蓝色箭头所指的地方建地震塔。第二步时,就有狙击手出现所以地震塔尽量快地升级好。 Bug App 凭击手出现就马上进冰莺,这关由于钱不多, 所以不能建太多耗费钱的建筑 但要拖住敌人 需要多建几个冰宁 冰宁就一级的就可以了 这个火焰鱼需要留着 待会儿对付蜥蜴法试用 开火 攻坚 難免 学校 降台 猪蜴法师出现了,马上解决掉了 撕大尔 让子滅里 titled 毕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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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冰靈一定需要賣掉,換成地陣塔! 這世道後期敵人會有大量的冰出現 光一個亡靈塔守最後一個口子是守不住的 czw 5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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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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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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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过关,接下来是Ion模式了 这关Ion模式只能造弓箭塔和炮塔,前的方面比Heroic模式更少 所以大多输出需要靠弓箭塔 不过一开始需要建一个地震塔 在红色箭头所指的地方,并把熔炉升级了 一开始的空中单位需要增援部队来守 之后准备正式都后在带队火鸡风 Dodge this!! FREEDOM!! 阿chas ready? Reinforce! French me down a Splash Banana! get me!! RAAHH!! 狙击手出现了,不过这款狙击手出现的很少,所以可以让英雄和增援部队去解决它。 但一定要解决狙击手,因为不能造兵营,所以每一个矮人都变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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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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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过关 感谢各位看官的观看 我想这应该是最后一关了吧 看到英雄殿堂的英雄都齐了 相信这次的游戏升级是最后的一次升级了 也就是说 Kingdom Rush Frontiers的坑已经填完 还是有些小激动的 好的 今天到这里吧 下款游戏我们再见了